高市政府运发局计划要将钢山运动中心委外来经营 因邀请民间经营厂商进驻提供专业服务 也举办了招商说明会 运发局指出呢 钢山运动中心基地位于钢山文化中心旁 目前新建工程是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预计0年初就可以顺利来营运了 厂馆初步规划有综合球场 健身中心还有室内温水游泳池等等 要提供多元专业的运动空间 而市府呢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招商说明会 让各界掌握投资时机 打造钢山运动中心成为当地运动休闲的好地方